大家好,今天請到陳志維博士跟我們講一個非常時機的話題 本來不時機的,因為去年的電影《澳本海脈》 但時機的原因是他剛剛橫掃奧斯卡大獎 剛好事件,我只是上星期才看得出電影,是一個長途飛機三個小時 看完之後,我覺得我真的蠻驚為天人的 因為我本身是想儲存這些長途飛機才看電影 而我對科學完全白癡,但他裏面有很多元素 有物理學的元素是想請教的 另外有一堆元素就是關於國際關係事 為何不讓他清晰呢? 究竟他是否有通俄的嫌疑呢? 即是通共的嫌疑呢? 然後當時美蘇德的競爭又如何? 那些就算是我的職位 但今天我想主要討論不是剛才說的那兩件事 即是文理太過專門說不懂 國際關係就會零密時間可以談 但今天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不斷看這齣戲都在想一個概念 就是他對量子力學的貢獻《澳本海脈》 和他本身的人民社科素養究竟中間的關聯是怎樣的?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說到二十世紀初的新思維那些老師 通常都真的將這一堆東西放在一起的 文學、音樂、藝術、心理學、科學 現在我們的世界就是分得很清楚的 或者你讀什麼課 即是隔離窄一點都不能碰的了 但以前大家好像混得很近的 所以我們不如先由這個 跨學科學革命時代說起 量子力學先 究竟他革命性在哪裡? 跟剛才說的那堆人民社科革命的相類之處在哪裡? 我回答你之前我先問你一件事 在你自己專門研究學問 不只是想國際關係 例如說在社科的問題中 如果要你再問你 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有什麼革命性的新思維或新理論 其實我可不可以這樣問?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很多的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我最印象的一個教授叫李 Blackwood 他教二十世紀歐洲士 他將這些東西並列 譬如說心理學 佛洛伊德、榮革這些 你出戲也有說 音樂、斯特拉文斯基等等 你出戲也有說 然後藝術、畢加索等人也有說 其實就真的是那個時代 每一方面都是變革 另外他留這個達達主義說起 一戰之後 這些東西都亂了 全世界又找了一個答案 好像打破舊規律將這些拼貼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創造 但是這出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以前我們所說的這些都是抽象的 你怎樣可以把一個音樂家、一個畫家和一個科學家 放在一起呢 沒有這麼形象化 但是這個人是真的這樣的 他真的不是假裝文青 他真的認識這些東西的 你才會出他的名字 他全部都好像很精通 因為那時代的人也有很多質素 應該這麼說 那時候沒有一件事 真的是很分清楚專科的教育 所以每個人的分圖 都是一個他認為 一個叫做 可能一個polymath的去教育 每樣都要學一些 才是一個有教養的人 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讓我回答一下 對於我自己的動物理學來說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都不要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為什麼只看量子力學 我們會認為是一個 這麼革命性的認知呢 簡單來說 他將我們對於 在一個最微觀粒子世界裡的認識 是完全是顛覆了 很多東西我們一直以為 完全是憑著科學或者數學 和實驗的力量 可以說得一清二楚 用一條方程式 可以完全決定了 即是知道了他的未來 這些理論 發覺原來一去到這個 原子世界的時候 這些圖像 不只是說方程式 原來整個背後理解的哲學都不對 我舉個例子 形象化一點 譬如 我不知道Simon 你自己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學過原子模型 絕對沒有 即是一個 原素周期表 我們有法學的 有一個 一個氫的原子 裡面有一個原子核 外面有一個電子圍繞著它 我們就 一路以往就當它是一個 好像星球的模型 好像地球圍繞太陽轉的模型 現在用來握小孩是可以的 你用來給一個初中到高中的學生去理解是可以的 但是一擺到二十世紀的時候 當我們想用這個這麼簡單的圖像 以為自己可以理解整個原子世界的時候 就發覺出現了很多危機 所以整套東西要重新演繹過的 在我們這個尺度是沒有事的 我們看過天 看到星球一樣 可以看到有一顆東西 繞著第二顆東西 去理解整個星球運轉的現象 但一到原子世界 我們就迫不得已要放棄這種現象 引入一些新的數學 新的理論 然後才能夠解釋到它的東西 在這裏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說 二十世紀是出現過一兩波 只是在物理學裡面 是顛覆了我們過去認知的一些關頭 你講到化學 我記得當年讀到中五度 應該是我選民科 所以我的知識停留之後 唯一的更新就是關於 剛才你說的後半段 是因為我自己的職業 就是所謂的國際關係 其中一個問題 經常都會問 就是共產主義的問題 為什麽共產主義是有問題 通常我們其中一個答案 除了抽政治之外 就是因為世界觀變了 就是出現了兩支力學 大家知道做法 不是一樣東西都是那麽常常的 所以如果像現在中共 一齊齊齊去管控制 計算是不行的 這是一個我們學科經常都會提及的 但實際上為什麽會不成功呢 這又是要你那邊去補充 其實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政治的理論 運用到科學來去正確自己 這件事就是 你剛才說了一個例子 但你說如果更早之前 你去數回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時候 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是傾向用舊 比較舊的那套物理學的世界觀 來去理解這個世界 以及解釋 支持他們的理論 即是他們說到那些dialectics 即是正反合的那些時候 很多時候反而是用一個 叫做很deterministic 即是很命定論 很決定性的一件事 所以他們那時候很喜歡說 這些東西就是有一個 歷史的必然 我找到一條歷史的公式 最後就一定有這樣的必然 其實整個這個世界觀 真的到有量子力學出現之後 是顛覆了的 即是你可以說 他會不會不僅是顛覆了 在這個物理學界 簡直是可以蔓延到 物理學界以外的人民世界 都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我自己會很同意 這就要說到 他的量子力學其中一個內容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我們再沒有能力 很清清楚楚地說到 那個圍繞著原子核外面的電子 他的速度和位置究竟是怎樣 如果你讀到 學科的化學的時候 已經有老師跟你說 不要再說一粒二粒電子 你要說一個電子雲的概念 這些東西不要經常以為 可以一粒粒很清楚 其實實際上 他如果在微觀世界上 他就變成一批東西 你就一定要容許 你一定要容忍 在一個很微觀世界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你是糾纏不清的 在一個很局部的範圍之內 他就會非常忽視 很多的誤差在裡面 你大約可以用一個 另外一條量子世界的方程式 去描述他這些機率的變化 但是你就不可以再好像以前 學牛頓那些方程式 很簡單單告訴我 他的電子在哪個位置 和他的速度是怎樣 你現在看很多世間上的事 你會發覺很多東西 不在你掌握之中 但是你依然會相信 但是他的趨勢可能在你掌握之中 他的趨勢大約走上走下 但是你說不到他實際上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究竟你的決定論 可以有多決定性呢 準誠度可以有多少呢 其實你會發覺 原來很多現代人討論這件事 是不刻意引入了一些 在量子力學的發言裡面 來放進去 這個就是當時我讀大學的老師 即社科老師 他們真的會這樣 就會將這些科學的新創建 放在自己的學習中 去正確定自己在相信的東西 但是我們回到電影裡面 其中一個重點都是 很多朋友覺得很汁水 就是澳本海馬和愛因斯坦的關係 裡面就牽涉到理論的不同 那似乎愛因斯坦是多不支持 這個有隨意存在的世界 是不是他到最後也是這個觀點 他一向也是 但是你這麼說 你說如果說高手過招 愛因斯坦是跟誰人 反而是爭論量子力學裡面的 不確定性是爭論得比較多呢 比較有名的討論 反而不是愛因斯坦和澳本海脈之間 其實澳本海脈已經算是低了半輩的人 你都看到電影裡面 愛因斯坦就好像一個風清洋的角色 一個已經是隱世武林高手 而在電影裡面也有提過另外一位 就是尼爾波爾 就是他們辛辛苦苦由丹麥 去營救出來的那位物理學家 其實如果你說說在20世紀初那個年代 愛因斯坦就是跟尼爾波爾 爭論這個量子世界裡面 究竟是否真的不能夠出現一些確定性 最主要的討論就是出現了在愛因斯坦和尼爾波爾 這兩個人物之間 在這個電影裡面其實很有趣 他就透過去告訴你 他擺放這些人物在這裏不是硬來的 而的而且確 澳本海脈他在當時的時空裡面 他是一個很廣泛的人物 所以這裏就證明了為什麼 美國要擺放他在這個計劃當中 在愛因斯坦的觀念上 我也有限的科普 我看過那些書 說什麼上帝不擇識子 那些是他所說的 但是現在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簡單的 相對的結論 其實他是不是那一套東西 有點廣泛的人物 電影裡面的澳本海脈就是這樣形容他的 他就屬於上個時代 就是廣泛了 其實這是不是你的界別對他的觀感 其實就好看什麼門牌 你說在物理學裡面 如果以愛因斯坦他自己做出來的 那些相對論的東西 就經典來的了 暫時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去 有更好的東西去取代他 但是如果說他在其他的物理學 其他的分支裡面的貢獻 相對的角色就會比較弱 其實如果你說愛因斯坦 在我自己的專業來看 他在哪方面有貢獻過 在一些統計力學的問題裡面 擴散的問題 在一些電磁學的問題 其實量子力學裡面 他問了一些很精彩的問題 但是他最後沒有回答 但是大家都會把他這個精彩經典的問題 視為他也有貢獻在裡面 他相對於量子微觀世界 大家就會覺得他比較好 這就是合理的 因為在量子力學最新的推進裡面 其實更加多的創建 就是由其他人提出 但是在他的研究裡面 因為安斯坦因為在他的相對論裡面 他的相對論裡面有一些成分 今天都融入了在量子力學理論裡面 是不能被忽略 就是很有趣的 在描述一個 就是我們經常 如果你說在普通不是讀物理的人 很粗淺地理解 如果你是想描述一下 我們日常中學生的物理學問題 如果你的波撞來撞去是怎樣 你就用牛頓的力學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描述到 在天體運行的巨大尺度那些東西 通常就要用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喀爾的或者是廣義的相對論 然後如果你是要縮到 一個非常微細原子的尺度 你就要用到量子力學 這是一個簡單的描述 就是一個高中生都能夠接受到 理解到的一個圖像 但是當你再尊嚴到一些更加深的物理學 其實都說的是二十世紀 都未必去到中期 我們已經有發覺到 其實就算在量子力學 一些這麼微細的世界現象裏面 我們都需要有些場合 需要用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才能夠給予一個解釋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現象就是 E等於MC二次 即是核分裂的現象 為何在核分裂中 可以獲得到能量 你不用一個相對論的理論 你沒有辦法理解 為何有一回這樣的事 所以你會看到 愛因斯坦在這裏的角色 他雖然在量子力學的理論裏面 不是最out day 甚至有些堅持了一些概念 是主流都不承認 他自己就被邊緣化了 但他自己曾幾何時 在他最重要的相對論貢獻裏面 其中可以從這裏看得到 你認為這個世代科學家 可以有一個模式的創建 和他們同歧的人民社科思想 有甚麼關係 我只是這樣說 如果今時今日 你很難有一個 那麼容易說到他的直接關係 但是我自己看回很多 在二十世紀那些 很偉大的科學家 尤其是物理學家的故事 你會發現他們的 人民素養都可以很高 這裡數幾個人物 你就算說達爾文他自己 他自己在人民方面 也非常 不要說有成就 他自己有他的根底 如果說量子力學的 另一位開山祖師 我們叫涉定樂 或者涉丁格 他自己本身的文學修養 也很高 另外有一個就是亞洲 如果你說湯川壽樹 你有沒有聽過這位人物 我聽過 但我不知道他做過任何的 他應該說 亞裔人士第一位 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物 日本人 1949年的 諾貝爾物理學獎 湯川壽樹 他自己對於中國 譬如老莊的哲學 非常之有研究 他甚至乎 自己去研究自己理論的時候 也有受到這些 道家的思想 來幫助他 給予靈感 去想想 那些粒子世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了這些證據 你會發覺 似乎在那個時空裏 你會看到那些大師級的人物 他們的人民修養 是可以令到他們的理論上的創作 會增加了靈感 在電影中 其實還未很詳細說到 澳本開墨的 授養背景 但回歷史 真的很誇張 他認識很多語言 不同的學科 而且剛才你說到 好像講哲學的思維 他又很包含道教的 其實很多裡面 經常都封閉他 對那些泛文 他認識幾句 然後他也看過那些書 其實類似這樣的世界觀 我真的不知道 物理學家 會怎樣去思考 那個叫世界觀的問題 他們會是因為 有了這個世界觀 才會去研究 科學的細節 還是反過來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創建 所以才反過來 想回自己 你相信什麼的世界觀 我想這裡 我甚至覺得 比這件事可以多一點 很多時候 世界觀 就比你 頭一兩個 整個 架架 但實際上 你怎樣把這個架架 合理地去表現出來 證實到 你見到的東西 你最後 是一定要用到 數學的語言去集 在這個電影中 除了澳本海脈 有一個人物很值得留意 就是德國的 Heisenberg 你可能有其他故事中 讀過 德國其實有搞他的核計劃 在納粹德國搞核計劃的時候 Heisenberg 他有份去參與 Heisenberg 就是兩個在量子力學中 很重要的開山祖師的人物 就是這套武林神功 創建出來的人物 大家去練這套功 那個風格很不同 有人就喜歡用 由哲學 就是物理的哲學 開始想起 即是說 如果你的概念上的問題 你搞不清楚 你最後計算什麼都沒有用 有人就覺得 走這一派 Heisenberg 就反過來 我先不要管那麼多哲學問題 我有條正確的方程式 我就跟方程式 一直走 我就很喜歡打個這樣的比喻 就好像 你以為華山派的劍法 爭劍宗和器宗 其實我覺得挺遲 究竟你認為 這個方程式的招式 才是智勝之道 還是你背後的內功 那套哲學思想 才是你的智勝之道 最後你會發現 當然是雙辅雙成 但是不同的物理學家 去演繹 去尋找新的發現的時候 如果你是比較著重哲學思想 很多時候很有趣 比較歐洲派的科學家 是比較跟這個流牌的 即使你講到今時今日 Roger Penrose Steven Hawking 他們討論物理問題 很多時候的觀點 是文字比較多 比哲學的文字比較多 但是 如果你說到 比較美洲的研究 你會發現 數理就會強調很多 而且不只是出現的情況 不只是在物理學 去到一些化學、生物學 甚至神經科學 甚至經濟學 甚至金融等 量化計算 可以說 在美洲這個地方 推進得更加順暢 我便會說 所以 在研究科學中 他們比較喜歡 用哪個進路來發展 你會發現 有一種傳統的色彩 遺留下來 有幾多最頂尖的科學家 去到最後 人生的信仰 因為他的研究 而有所改變 例如 有些是 本來是信家 在阿達倫之後 就不信 又或者是一條轉 他發現了 都是不可控的 所以都是有一個 造物主 通常那個 trend 是怎樣的 我便看不到一個很主流的 trend 因為這裏 至少就是 你可不可以找到 有足夠多的科學家 他能夠寫他的回憶錄 都能夠表現到 他的意願出來呢?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的 你去到比較 舊有社會 牛頓的人 最後的目的 都是回到他人生的信仰歸依 牛頓最後 在他最晚年的時間 就反而不是真的 用科學去 用他的物理學來理解 他反而認為 那套數學和物理 就幫助他 找回宗教上的歸依 但是 去到 當科學的研究 和宗教 在社會的角色 和 你不再看到 有些很宗教式 坐在一個濃厚的學院 很主流地 去贊助某一些 學術研究的時候 你便會發現 信仰 人生哲學和他們的科學 做研究學問的方法之間的束縛 關聯 就越來越弱 我便會說 在社會中 你覺得奧本康瑪尼歐的人 他在他的研究 或者他做一些實踐的實驗 裡面他有多少影響 拜他自己 從小到大的信仰 包括他喜歡的音樂 他喜歡的畫 喜歡的小說等等 嗯 你問問題 很嚴肅 但是 如果憑我自己 對奧本海默的認識 甚至在電影中的演繹 首先 澳門海默學了這麼多語言 其實 你猜他對文學 真是濃厚地興趣 尤其是學了這麼多語言 其實 以他人來說 他基本上 都是 一個穀精上腦的人 他非常好女色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他願意學很多的語言 我不知道 會不會 這裏都給了一個動機 令他追求更多其他學問 這個 我純粹胡說 其實 澳門海默這個人 本身的才藝和反應 很快 他本身已經很聰明了 他一定會是那種 在文學和科學中 都很有研究的人 但是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 很快 很聰明的人 在他研究的風格裡 他很有趣 這裏你也可以做個比較 其實 譬如說 在社會科學 甚至乎 你自己專業 你比較喜歡 那些大師 是開創一個新的學問的大師 但是做的理論 好像框架很簡單 還是已經是一個 已有的框架 能夠公開很多問題 將這件事完全奠基深化下去 你是會自己比較欣賞哪些人 我們讀一定是前者 因為所有的定律 全部都叫他們 後者 沒有太多人記得 但是在科學裡面 分野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尤其是在現代 很多時候 那些很漂亮 很簡單的理論 大師已經說了 但是剩下來 那些很髒的問題 很多東西 數學能力未到 計算機能力未到 你沒有辦法去證實到的 就是你需要有一些人 去接手 將一些東西 再轉心一點 攻欺一些很深的問題 然後驗證大師說的事情 那麥理學裡面 其實剩下很多的問題 都是這樣的問題 即是 實際上 你如果能夠做到 就是開一門新的學問 把新框架出來 當然 亦會有很多人欣賞 但是要做的難度就很高 所以在這裏 我想 我和你一個共同答案 就是 我本凱蜜其實 我會說 他屬於比較前者那類人 在他的研究裏 他不是很喜歡 撿住別人的概念 來把它轉到很深 但是 他自己本身 在做很多問題 發表很多事情的時候 很喜歡 就是很有原創性 就是一個很多想法 然後就很快就把那些框架 去做了下來 然後 其他人 就找一些學生 找一些差別的人 和他撿手尾 就將他印證去做的事情 大約就是這樣 不過 他這方面的才華 我自己會認為 多多少少 因為他被 拔了去曼克頓計劃 就令到他在物理學的貢獻發展 就有少少 就是停滯了 他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 最後就拿來做了一顆原子彈 甚至乎 就在他自己認為 在這方面最有影響力的時候 他反而被拔離了這個位置 但是他自己本身 依然有一個很好的眼光 去辨別什麼是好的研究 什麼是不好的研究 所以為什麼他之後就被拔了去IAS 就是普林斯頓的高等教育研究所 很多時候觀點比較高 很有創建的人 就有這樣的能力 已經有一句 他的說話 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他說現在全世界都在革命中 不只是科學實驗室的革命 外面街外不同的執行 包括了政治革命 所以你怎麼可以把這些革命 維持在斑訪之外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離地 即是他對於世界的理解 他相對左傾的思想 和他這次科學的創建 藝術的理解 好像是合理的 你覺得裡面是他自己拿來說 還是他真的這樣想 這個我覺得很拜他自己對於當時的 共產主義思想的那種興趣所導致 你說如果回看這個世界 但的確在二戰結束之後 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 就非常之厲害 我想他在電影中的對白 是針對他認為政治上的 就是共產主義革命 和他現在在科學 在物理學界裡面 看到那堆顛覆性的思想 在這裡做了一個相提並論 他其中一個興趣 我自己也比較有興趣 就是他對音樂的一些研究 他裡面的電影也放過他看 《史達拉文斯基》 我記得我當年讀音樂史的時候 我很不喜歡這套 我覺得正常的人 不會喜歡聽這些音樂 他卻有創建 做一些完全不合的和言 然後變成了一個所謂的新時代 但他完全為了 我當時這樣想 為了突破而突破 而不是對別人的驚喜 而是人的聽覺 不會贏這些東西 我們當時讀過 《Charleston 》開始 然後《十二音階》 再打下去全部都是極度偏風 我記得我讀書時代 覺得挺反感的 但近年 我想隨著人的年紀大了 就開始容易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就好像出戲的背景 他們不只是創新而創新 都是有一個故事 但我的問題就又開始出現了 是否真的會聽完這些音樂 即是聽完畢加塞的話 真的會改變到人的思維模式 令到科學家都會有所改變呢 究竟這些是潛移默化的影響 還是真是這麼現兜兜呢 更加直接就是心理學 即是他入面有很多心理陰影 也會嘗試去描繪 以你一個科學家的角度 是否真的會覺得 一個像他這樣的人 因為若干的陰影 會影響到他之後的理性研究的發展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樣的correlation 不過這又是很矛盾的 如果純粹是一個物理學家去思考 你在訓練中 你是完全受制於數學邏輯 即是無論你想寫多少創建 你寫下一條色 以前沒有人寫下過 你最後是有一個很標準的方法 來幫你去問你這件事 最後是可行不可行 即是 我可以給你有很多不同方法 重新寫一條 你認為對的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功識 未必是很天馬行空的 可能有少許根據 但最後就是 你一定要將它在你演繹運算之後 能不能夠完全描述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想這個是在物理科學裡面 它是很大大受到物理的事實 實驗的結果 和數學的法則去約束著 所以在這裏的痕跡就是 它會不會是 因為它是一個思想這麼解放的人 於是讓它做這些學問的時候 可以完全是 令它被人多了一些新的路數 我想在這裏來說 最後大家都是要服役這個原則 很有趣的 在戲裡面 我很有趣地把他和 當時他在U.C. Berkeley 由Josier Harnett演的那位教授 就是Lawrence 把他放在一起 Lawrence本身就是一個實驗物理學家 他們好像很兩路很不同的人 就算是在政治思想裡面 一個人說 Roberts 你不要把這些政治討論 帶來班房 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就是做實驗 而同時間帶他們 亦都可以繼續在這一行裡面 做同事 其實在這裏你會看到 最重要的是 那個數學的法則 和實驗的事實 是令到他們完全 都是服役於同一個方法 來找到一個事件的真相 我會比較看到的就是 這個物理科學的世界 會和人民的世界 最後會 尤其是在發現上面 會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也是這樣說 又令到我再想起出氣 我那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 很刻意強調 奧本哈佛爾也好 奧恩斯坦也好 他們都是不喜歡計數 甚至是不擅長計數 好像覺得計數這件事比較低端 你找一條小孩做就行了 而且你不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是不能避免的 你找不到一條小孩做 你自己也要做了它 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不得不服役於這個工具 所以他們這樣的傾向 是否當時一些所謂大師 都會這樣上考 剛才你說的兩個流派 有些很重視實驗 很喜歡計數 他們可能是一些突破性的事情 到了今時今日 是否還有這麼多突破空間 可以存在 還是大家都已經全都在做 十首尾的操縱 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暫時還在做《科學新資》 這個頻道的節目 每個星期都會留意最新科學新聞 觀眾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把連結出來 是的 是的 今時今日 你真的做過統計 有些大師級有創建的東西 是越來越少的了 物理學那邊 衰減得很厲害 但是很多科學科 譬如說 你用數學數理的方法 去了解大自然的 譬如說是神經元系統的規律 以及生物學的規律 你會發現 依然大有可為 剩下很多問題 是很多很骯髒的問題 是的 我們的理論公式 有時太簡單 描述不了太複雜的系統 所以你也看到 有些東西要慢慢轉向 依靠電腦 甚至人工智能 幫我們去驗證一些理論 或者做一些新的發現 至少我自己認為 在二十一世紀 做一些跟數理有關的科學家 回不到以前 好像澳門海脈那樣精彩的時代 以前的精彩程度 可以像電影情節般 呈現得這麼快 即是說 是非對錯 高手過招 可以在一頓飯 一張餐巾紙 一枝墨水筆的計算中 大家就兩大高手過招 就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你會發覺 真的你去驗證 發現一件事 兩派理論去爭鬥 高手過招 這些事情 已經要鬥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大家都鬥到白頭 大家最後都等不到諾貝爾獎 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在交易時期 可能是人類最精彩的思想年代 所有事情都是破立的 無論是科學這堆 還是文化藝術 跳舞 全部都是那時代大的變革 但是你說到諾貝爾獎 我覺得最後我想請教的一點 他沒有得到 而電影中很多出現過一兩幕的科學家 其實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其實他跟這個獎的距離有多遠 現在看回我想 有點遠 由電影的內容 我想也不介意劇透 他也提過幾個情節 大約側面描寫到 我本海默實際在學問上的貢獻 是有多少 首先 他做了原子彈 是不會獲得諾貝爾獎的 首先 諾貝爾自己本身 他就是製造炸彈 他那些製造炸彈 賺回來的錢 製造獎 就不是拿來頒給另一個更強的炸彈的人 所以製造炸彈這件事 本身就不是製造諾貝爾獎 更何況諾貝爾自己本身有和平獎 所以製造武器的事情一定是無關的 但是在電影裏面 如果大家要留意 和澳門海默 他自己真真正正的物理學裏面的創建 有兩件事是提到的 第一件事 就是在天文的尺度 他有提到的 他在U.C. Berkeley教書的時候 有一份論文發表了 那份論文 就是跟天上的很重的星 他最後如何消失消亡的過程有關 其實就是所謂黑洞的研究 我們知道的 黑洞研究 真真正正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就在幾年前 就由Roger Penrose 終於獲得 連Steven Hawking也因為太早過身 拿不及 這個研究是真的要等到21世紀 才能夠成熟被認定是一個重大的創建 即是你說如果 Openheimer能夠活得夠久 他繼續在這方面從事研究 那你可以說他在這方面有機會 那這裡不行了 那第二個創建 還有什麼地方是有可能的呢 就是他自己還在歐洲去學量子力學的時候 他當時跟另一位大師叫Max Bond 那也是一位拿了諾貝爾獎的大師 那他就將當時已經是最新版本的量子力學理論 就不再是用在一個單一的原子系統裡 他將是用在一個化學分子裡 因為化學分子裡有很多的原子組合而成 那所以整套數學就複雜了 你現在你需要這條公式不只是描述一粒原子 而是描述幾粒聘埋的原子 就是一個化學分子 那Openheimer和他師傅Max Bond 其實他有一個聯合發表的一件事 就叫做Bond-Openheimer Approximation 就是一套數學的手法 來幫助我們更加容易獲得到 一個正確的對於化學分子的量子力學描述 那在這方面裡 我會甚至乎認為 其實可以說 今時今日量子化學這個學問裡 你就不得不提回Openheimer的貢獻了 如果他真的有在那裏 繼續做多些事情下去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都是去到二十世紀末 就已經有獎頒了給這些量子化學的貢獻裡 所以你說他沒有機會 在他有影響力的位置轉得更加深 在他開始做了少許成就的時候 他就已經被拔掉去做原子彈 所以他可以說就是停滯了 最後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結論 他在科學上的貢獻 剛才說了很多分析 在人民學科的貢獻 其實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有些朋友好像 舉個例子號 例如當年幾百年前的Da Vinci那類 我想他真的把所有的東西 都會貫通 無論他畫畫還是畫模型 其實他都是這樣的心態出現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其實他那些是玩一下 涉獵一下 就是懶型 或者現在的人喜歡說啊哈條 他有很多這些動力 才會碰到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覺得 奧貝開放是偏向後者多於前者 可以這麼說的 我不是很懂得 從他的人民掃養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但看得出他的人本身的 那種征服心 好奇心是非常之強 當他認定了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可以一直去鑽研下去 這件事可以體驗他在整個原子彈的過程 在他結識他的異性的過程中 那些異性的過程中 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是否認為他的年政治觀 那個左翼甚至極左的意識形態 都有少許貪刺激 你是否有這樣的地面 這一點我會有多少同意 現在事後說的也不是我所說的 有人也提及過 這個世界中有一件事叫做Alpha Male 我想你不會自認是一個Alpha Male 我們都見過什麼為之Alpha Male 那些真是一個將軍營領 即是帶兵打仗式的人物 Alpha Male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Alpha Male的代表 Alpha Male 即是他有什麼特徵呢 其實你本身的基因給出來的賀爾蒙 都是精力特別旺盛 特別有精力去征服一些問題 甚至直接令到他人轉得很快 可以睡覺睡得很少 令到他可以很大膽地提出不同的路向 來解決一個問題 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更多他這種作風 你們可能比較喜歡想 來自他們的教養和小時候的背景 我可能以一個科學人的角度 他已經有一個先天的手牌 那手基因已經決定了他的個性 也不奇怪 你覺得他的政治信仰 也不是一個很真正的信仰 一個是基於他這種性格 以及他需要在那個時候找到Alpha 我不會把他的政治信仰 擺成為一個最基礎的原因 來解釋他之後的事情 即是說他如果去到德國 也可能會上到納粹 雖然他是猶太人 雖然純粹在一個邏輯上 他有可能會走到不同的方向 但也是因為裡面有某些元素 可以滿足到他的這個性情 這就是歷史很難說 如果 但很看得到就是 能夠給予舞台 他應該就一定 即是這些叫什麼 這些七刻宗的營火蟲 這樣的男人 這樣的Alpha male 他無論去到諾沙拉摩斯 這個沙漠地帶 或是真的如果被他留得到 在德國這個地方 依然會這樣出眾 好理解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剛才那些科譜 說真的 這個時代很需要知道 以前也有少許反思 我們讀書的時代 都開始很 大學是很鼓勵 要分得很清楚哪個學科 雖然近年都流行學科整合 但概念不同 他也是說 你是有某些東西為主 其他你是依附 但一百年前 似乎那個教育 社會的規模 真的不是這樣 是的 如果說回 今時今日 我自己還有做一些 跨學科的工作 我自己也有親身體會 跟當時這些大師級人物的 教育很不同 以前很講的那種 浸淫 即是 他同時有幾個不同的 學科涉獵之後 你問我有沒有一個很中央的 assessment 來去考核 他這個人 有幾跨科 沒有什麼很標準的考試 來去考 但你發覺 在他們最後的成就裡面 你會看到這些 這樣的身影 今時今日 我們會在 現在的現代大學教育裡面 就會將這些跨科 無論叫老師 如何砌這些新科 你都要立即叫學生 立即去展現給你看 我自己也會認為 有很多這樣的 尤其是 這麼跨科 一些你想不到的 這種出人意表的組合 這些思維的碰撞 是很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 體會和驗證 不是說你從一個學期裡面 一兩科 就可以立即去量度出來 但這樣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考核上的問題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我覺得就更加需要 有一種空懷 給我們下一代的人 不要只要他們 有一個即時的效果 但往往可能問我們自己 有沒有擺好一個好的環境 讓他們在各個不同的科目 有一個足夠長時間 掃養的浸入 令他們有一個 可能是以十年 二十年計的時間 來嘗試將這些東西 去融會貫通 來創新 我覺得 才是 我們已經作為父母一輩的人 應該為下一代要做的事 所以我想 AR的時代可能會有些改變 可能下一代 成長的背景有些不同 希望世間上 都會向著這個方向 我們有機會再談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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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